商务英语是特定用途英语ESP的一个子集 可以被视为学习和教授英语的专业或国际英语的遍体 许多非英语母语人士使用此功能与英语国家或英语世界以外 使用英语作为通用语言的公司开展业务 非英语母语人士可依照以下步骤使用商务英语与英语国家进行有效沟通 一、学习商务英语的基础知识 商务英语是专用英语的子集 可以被视为学习和教学英语的专业化 或是国际英语的遍体 许多非英语母语人士使用此功能与英语国家或英语世界以外 使用英语作为通用语言的公司开展业务 我正在研究一个领域 非英语母语人士在学习和使用商务英语时面临一些挑战 其中一些挑战包括 一、词汇困难 商务英语有其独特的词汇 对于非母语人士来说可能难以理解和记忆 二、惯用语和骗语的困难 商务英语也有自己的一套惯用语和骗语 对于非母语人士来说可能很难理解和正确使用 商务英语可用于提升工作场所的沟通技巧 并专注于典型商务沟通所需的语言和技能 例如简报、谈判、会议、闲聊、社交、信件、报告写作和结构化方法 商务英语是特定用途英语的子集 可以被视为英语学习和教学的专业化 或国际英语的遍体 商务英语是特定用途英语的子集 可以被视为英语学习和教学的专业化 或国际英语的遍体 许多非英语母语人士使用此功能 与英语国家或英语世界以外 使用英语作为通用语言的公司开展业务 对于以英语为母语的人 例如准备进入就业市场的高中生 学习商务英语可以带来许多好处